咕咕咕 夜幕降临 夏尔西里还会有神秘动物出现 这就是天山马路 有着独特的习性 昼夜迁徙 白天 他们登上三千米以上的高山 躲避文营叮咬 夜晚 他们下到山路草原 这是天山马路主要的进食时间 草地上 一场特别的聚会已经开始 流水把土壤中的盐 汇聚到山下泥沼 那是袍子和马路生命中最短缺的物质 这里是四川盆地的边缘地带 临近夏季 山顶气温仍然接近零度 山的高度创造出不同的气候环境 也造就了垂直分布的多元生态 此时 山脚下的四川盆地 气温已接近三十度 喧嚣热闹 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山林里 寂寥静谧 绿色才刚刚萌发 气温回暖 血质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鸡血甚至还未融化 高山杜鹃就已经开放 低温中开放的杜鹃面临一个难题 很少有昆虫能在这么冷的天气里生存 谁来帮自己传播花粉呢 杜鹃花自有一套 它用丰富的蜜汁吸引了新的帮手柳英 这种小型雀科 能像美洲的蜂鸟一样 为植物传粉 云南景东 无量山 横断山脉的一支 这里山体陡峻 因为丰沛的降雨 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切割 高山深谷 使得无量山难以进入 于是隔绝 无量山的原始森林之中 生活着一种神秘的动物 它们像蜂一样来去无踪 西黑观长壁园 当地人有一个形象的称呼 蜂猴 长壁园是类人园的一种 西黑观长壁园 种群数量不超过一千只 珍惜程度 堪比大熊猫 长壁园在高处生活 它们臂长超过身高两倍 强壮有力 强壮有力 完全靠双臂在树贯层活动 中间的天使用 虚拟双人口 肝臓的下温身高谷 中间的竹筒 并肝臓的下温身高谷 酱油 除了 小鳍 红肠 长江三峡 两岸的原体 曾经伴随着古人的旅程 一千年前 长碧园广泛分布在中国长江以南 现在他们的领地 已经退缩到西南地区 和海南的偏僻山地 高山深谷 为这种人类的近亲 提供了最后的庇护 幽长的名叫 是长碧园社会独有的语言 原体声在高山峡谷中 经过一次次的反射 传递距离 能达到五公里以外 通过名叫 长碧园社会发布警报 协商行动 交流情感 雌性长碧园园 长着独特的金色毛发 长碧园社会以母系为中心 有着稳定的家庭结构 由母亲或者祖母担任何心和首领 还包括两到三只雄性成员 四到五只幼崽 十只左右长碧园组成一个家庭 为于中国西南边陆的无量山 能够成为长碧园最后的庇护所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间的茂密森林 树叶 嫩芽 果实 甚至花朵 都是长碧园最喜欢的食物 为它们的日常活动和繁衍生息 提供必要的能量保障 食物易得 它们有更多的时间 稀洗玩耍 交流情感 黑罐长碧园 是中国唯一的类人园 这种聪慧而强壮的动物 几乎没有天敌 是西南地区的山地之王 在发情季节 雌性长碧园主动发起求偶 先是为对方整理毛发 然后有节奏的晃动头部 动作幅度越来越大 这是他独有的爱情舞蹈 气息生静的缩小 以及繁殖率低下 是西黑罐长碧园 宾园的主要原因 一个没关系的 用来越过来越新的 一步就越来越好 地的这个 全部都在说 一步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来越来越好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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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